存一個檔也可以啦,存一個工作簿,我以後打開,其實也不用啦,一個工作簿,讓他一個清單選不就好了嗎?選哪一種自動幫你排好對不對? 所以第一個,我們要如何把清單拿來排序? 其實你會想說,那是不是可以按照剛剛的方法,剛剛不是有地增地減,再把它丟到陣被裡面去跑? 當然也可以啦,不過這部分我想各位先想想看,大家有更簡單的方法 更簡單的方法就是說,我建了三個清單,然後我利用什麼呢?公式,交過一個方法就是說,在這個地方從選舉範圍建立,那頂端列打勾 為什麼頂端列打勾?因為我將來要建立的那個名稱就是在我的頂端列 所謂頂端列就是它如果有頂端列的話,你按一下確定,它就自動怎麼樣?幫你建名稱三個 一個是清單一,指的是下面這些,清單二指的是下面這些,清單三指這些 將來有一招非常好用,就是說你只要把清單轉換為一個範圍,它就自動幫你把從這個排列到這個 那程式變得比較簡單,那怎麼做?我想各位先把這個先做出來好了,先做一個這樣的清單 那這個順序由你自己決定,你隨便跑都沒關係 然後底下這個其實也可以啦,不過這等一下再說,這三個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你可以放在講班上面,講班的工作表 知道明園要留在了這些,的多 aver根哦 M。 Wikicom